Hello,大家好,我是Steve,我又来了 非常高兴有人见到大家 首先再一次感谢看我的视频的各位 除了我自己的一堆客人之外 便宜看我的视频绝对都是真爱 因为我是比较analytical 说实话你包括很多投资 emotion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是要exclude掉 因为你就看市场 包括你投资股票也是一样 有时候你等 你觉得这东西行不行 你等你买了 也就过了这个市场 那么很快的今天讲几件事 首先是market report 没什么太大意义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市场上的数据 我之前一直提到12月1月 是买入的完美时机 但是那个时候利率也真的是问题 我有没有客人买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属于两拨买家 第一拨买家是有实力买 但是一直是什么 2023年他就一直在等着的 因为23年的春春天和夏天跑得太高了 对吧 这一拨买家 下一拨买家什么时候进场 就是那些利率开始往下走了 他又重新qualify了 他会缓慢的进入到市场里面来 我们过来会讲这个 并且我们还会讲一些关于利率的东西 全都是非常通过数据分析上面来讲的 所以很无聊 如果你说现在我躺在床上我想要休息一下 别看不适合 ok 那么现在2022年2月份的报告出来了 如果你看我之前的视频 其实跟这个报告差不多 这就是我对市场的感觉 sales增加增加很多没有 但是你看很多新闻 sales增加了很多跟上一年比 上一年2月份在发生什么 上一年2月份在加息 大家都吓得半死 sales实在是低的 今天加一点正常 new listing也是往上涨也是正常 sell to new listing ratio 降了一点点 为什么降了一点点呢 现在说实话很多买家还是进不了场 进不了场 但是为什么average price还是上来了呢 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房 他在市场上两三个月三四个月 他都卖不掉 他也没有降价 突然怎么样 突然有人买了 并且是发生在很多level的层次上 一开始你会发现 ok100多的townhouse它开始动了 然后是包括150的200万的300多的房 他全都有开始在出售 全都有开始在出售 现在整个市场比较慢的是哪一批呢 condo condo特别便宜的 其实也有出售 出来就被卖掉了 就特别便宜的那些 然后风景特别好的 你看这condo风景特别好 价格一点都不便宜 1300 1400尺的 也是很快就出售了 什么condo呢 我这condo价格也不便宜 然后我也没啥风景 就是旁边楼的 那些现在非常跑卖 这个average price是往上跳的比较多的 然后是被某一些区域给拉上来的 现在那些区域呢 直接它又跳出了安全区域了 unfortunately 大家不要急 讲完这个表 我们就讲接下来的利率 挺多客人关心的 包括我昨天也是见了一个客人 非常非常好的 70来岁 做了一个reverse mortgage 在房子上 现在呢 压力有点大 压力有点大 就是我碰到的 其实年纪挺大的 七八十岁的客人 我说挺多 不知道是不是特别适合 服务年纪比较大的客人 那么 Toronto呢 我们发现 现在呢 February的均价 它往上走了 因为November December January 其实都差不多 February是往上走了 为什么Toronto的这么稳定呢 主要是Toronto的面积还比较大 Toronto核心的价格呢 上来了一点 但是呢 Toronto有怎么样 很大一块是Scarborough Scarborough 说实话呢 很多人 它是受到利率影响的 并且呢 你说现在工作 其实加拿大还行 但是呢 也是有一定的人被lay off 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均价呢 就是比较低 inventory也是比较低 一般的inventory低的时候 均价往上走 这个是正常的 之前呢 12月包括 如果那个时候的inventory是往下走的 往上走的 那现在呢 inventory下来了 价格往上走一点 正常 Toronto总体来说呢 问题不大 2024年呢 你说从现在到2024年年底均价 能不能涨5% 我觉得问题不大 那就具体你说 我要买Dontown 我买Scarval 这个就还说了 Scarval那块我不太熟 Dontown我比较熟一点 OK 那旺这边呢 还行 现在也能买一样 inventory下来了 为什么呢 有很多inventory不是我说嘛 有三四个月没有卖掉的 现在很多都出货了 包括不同价格的都有 Townhouse特别厉害 Entry level Townhouse特别厉害 一下就卖掉了 还好帮友 其中一个客人是1月份给他抢的 2月份这个价格就上去了 然后呢他的均价呢是173 现在呢跳回来一点到177 OK 大家记住了哈 这个是2024年年底的价格 你说你愿意再等一等 也可以再等一等 问题不大 Arcview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疯狂的市场 上一期视频呢 我有提到帮我客人在那边看 哦一下就上来了 并且那些房呢 我客人喜欢买那个房去凡间嘛 就抢的特别厉害 而且inventory特别的少 Arcview现在这个价格他又不对了 他又不对了 这个呢我就愿意大家去等一等 Oshawa Oshawa是对比像这个Berry 就周边地区 做一个reference 呃 之前就是一直是在往下走哈 每个月都是在往下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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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挺正常的到 呃 包括12月 12月也是差不多在82这个level 所以我给他去掉了 那个时候呢说 哎 按道理还能再往下走一点 但目前来说比较困难 他又inventory比较低 并且他的价格 他的价格怎么样呢 还是比较低啊 你说你这个是个独立屋的数据 那你说你要在多伦多 或者你在Val 或者你在北边 Aurora 你要去买一个独立屋 一个均价90来吧 你想都不能想的 所以很多人去Oshawa那边 他说赶快买啊 直接就把价格顶上来了 并且Oshawa呢有一些townhouse 我在那边看数据 看一些房 又在开始抢 十个里面八个抢 啊 那你说现在安全吗 已经他他又不安全了 你说你要等一等 哦也OK 也OK啊 大家每个情况不一样 但如果你是在比如说 马卡马 Van Toronto这些区域呢 合理架构范围之内 如果你是现在贷款这方面OK的话呢 其实我个人是不推荐再去等 那我被提问最多的一个问题 从我的客人哪 什么时候会开始降息 说实话呢 这个问题呢 重要也不重要啊 为什么重要呢 你当然了 这个明显是降息之前 比如说我买房 我就卡着这个降息之前那一点 我去买 对吧 不重要呢 是说实话呢 现在降息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 不是4月就是6月 最主要呢 是降息的幅度 那之前呢大家expecting的呢 都是今年降0.5 但是呢 现在从各种渠道各种新闻 各种这个经济学家来看呢 有可能就降1%到1.5% 都有可能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但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不要降得太快了 不要降得太快了 因为说实话 你从各种渠道 如果你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者 你说我是制定政策的 那么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通胀往上降 这个已经无需质疑了 为什么呢 之前我在讲CPI的时候呢 我们2月份出的1月份的CPI 对吧 158.3 158.3呢是在2.86 然后呢 3月19 今天是3月7 那3月19会出什么呢 2月份的CPI 2月份的CPI肯定会比1月份 按道理来说会高一点 为什么呢 原油价格 原油价格呢 WTI原油在1月份呢 差不多是在72左右 那2月份呢都到在80 这个不到80 这附近晃油 那这一块呢肯定是要往上涨的 但是即使它往上涨 因为同比啊 这个2023年的基数太高了 那现在是24年啊 对吧 23年的基数太高了之后呢 我这个为什么没有改 那23年的基数太高了之后呢 你就会造成啊 它直线就是往下走的啊 预计呢 呃出来之后呢是2.6啊 2.2 所以呢 有很多人问我到底什么时候会降息呢 如果我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者 我从这个political的角度来看呢 我不想犯错 对吧 我现在就是想降到2% 那我我为什么急于去降这个息呢 现在呃 失业率啊 失业率还降了一点点啊 那失业率降了一点点 大家呢感觉又还行啊 GDP呢 是不怎么低 但是呢 呃 四月降六月降啊 对我的这个工作上来说啊 如果我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者 只要是对我工作没有太大影响 那少早点吧 对吧 少犯点错 我晚一点降嘛 并且老大哥啊 美国有没有降 美国目前说的是 我暂时还不降 对吧 所以从各种方面来看啊 都没有必要降的特别快 并且大家真的不要降的特别快 你缓慢的去往那降 对大家都好 如果你哪天说 现在我要降息2%的 并且降的特别快 一次就砍1% 绝对是经济出了大问题了 你当经济出了大问题的时候 还买什么房啊 大家吃饭都成问题了 谁来买房 对吧 这房价就就就更严重了哈 更严重了 所以慢慢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就是这个是利率 利率是4月10号 下一次 然后呢 4月16 那出3月份的CPI 每次都是慢一排 每次都是慢一排哈 赶在这个后面了 所以呢 4月10号之后呢 就没有利率决议了 5月嘛 接下来就6月了 那反正我都是要减 我等到6月份 我看看5月的CPI 5月的CPI出来了啊 大家这个5月的 低于2%了啊 我6月份我降息 顺利成长啊 所以呢 我个人是觉得6月份 可能性更大一点哈 如果4月份发生 OK 那发生也就发生了啊 他这个 每次降一点 降到年底 大家都开心 OK 最后再说一件事啊 跟很多同事聊下来 大家都是差不多啊 包括有很多客人 他原来等着换房的 现在呢 也是准备把自己的房 放到市场里卖了 然后有一些被priced out的 现在呢 也是准备入市了 我们算下来 最适合入场的时间啊 对于buyer来说呢 是rate reduction 差不多1% 1%之后比较划算 你现在呢 说实话呢 你买进去啊 你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房 然后呢 一年 呃 就拿我一个客人举个例子吧 他一年的贷款啊 从现在比如说 他去买个房6月份 到明年6月份 一年的贷款 他要付4万多 那明年他这个房 有没有可能涨4万多 有可能啊 但是呢差不多啊 即使涨的比他快一点呢 也就是那样 所以说呢 你大部分的钱呢 是给了银行了 不过呢 如果说利率能很快的下调1% 那就非常make sense啊 就到买入的时间了 所以今天下半年 我觉得呢 市场的动向啊 会比今天上半年更快一点啊 今年上半年呢 应该就是不温不活 就是这样 然后呢 现在这张表呢 我们要反过来看了 prime rate当时啊 你说市场跌不跌 他必须得跌啊 在march 2022年的时候 2.7的prime rate的时候 buyer 比如说同样的buyer 他可以买130万的房 qualify 然后呢 到这个2023年July的时候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他只能买91万的房呢 那现在那个时候呢 没有这样的房 你怎么样 你只能不买啊 ok 那现在呢 7.2比如说到年底 这个是现在的预估了 我觉得挺 挺乐观的 我个人一直觉得涨 降0.5% 但是我就是个房产经济 对不对 你们都说降1% ok 那如果能降1% 7.2到6 左右 到6左右 这个购买率呢 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10万块钱 ok 所以呢 你说这个涨10% 我个人是觉得还是有点多了 有点多了 但是呢 你说到年底 有一些核心区域的房 往上涨3%到5%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 现在呢 又有一部分买家 他是打算入场的 并不代表现在谁都很好过了 因为现在还是可以看到 有一些公寓 他是楼花closing不了 并且呢 都是最近几个月closing不了的 所以呢 如果说楼花想减low的 你现在还是可以考虑 还是可以考虑 但是呢 就是高利率 得承担一阵子 然后呢 楼花具体看位置了 有一些的楼花 有些人说 接下来几年真的会有这么多人来吗 我会不会报出租啊 看位置 你比如说旺 旺的这个VMC 这就很难说了 这个楼一动一动得起 这 ok 今天不讲那么多了 希望大家听点好心情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一次再见